多謝主席,這件事完全是一種政治炒作事件 第一,我們要看這件事,就是這件事有沒有安全問題 如果任何行李是經過嚴格的保安程序安檢之後進入禁區 本身就不存在安全問題 如果是說物主不隨同的物件就會產生安全問題 那你記行李吧 記行李是check in 之後才去安檢的 完全沒有安全問題 第二,是不是特事特辦 這幾天我找了我們工聯會屬下的地勤人員工會 以及民航總工會,了解了很多情況 知道其實這種事件在機場時有發生的 經常我身邊也問過有些朋友 他也是試過這樣的情況 是有人傳遞行李,經過安檢進去的 證明這件事不是特事特辦 而且不是一件罕見的事 經常性有發生的 這樣也可以用來炒作的 第三,說梁振英有沒有行使特權施壓更加容易 以現在傳媒的神通廣大 再加上泛民議員裡 又有在機場裡的善眼 要找那個講電話出來 容什麼 就叫他出來頂證 如果梁振英不承認 這個人出來頂證 確實有 那就還有誠信問題 那又何必要搞到這麼大件事 又說什麼P&P 分明玩東西 明知道這一屆都沒有時間去處理 就算是通過了都沒有時間去調查 玩這些事情 除了是政治炒作 我看不到有其他的原因 原因 如果我有件行李放在外面 忘記拿進去 剛剛我和王國興同行的 我叫他幫我拿到安檢 帶進禁區 我進了禁區 那是不是又有安全問題呢 這麼莫名其妙的 講這些話 他叫過你的名字 不過他最後改了叫我 因為我按得比較遲 我聽完泛民議員說 他們對這件事真的很誇張 有些說到 令到香港變為最危險的機場 不要亂說 這些影響香港聲譽 影響香港旅遊 影響香港經濟 另外又說不要隨便跟別人拿行李 那些人都知道 隨便跟別人拿行李 怎麼行呢 其實也不是這些問題 所以他們有些事情在亂說 又說到什麼 其實我們發言那幾個同事 包括王國健、姚思榮、陳鑑林 其實他們都是做過研究 了解過實情 他們才去說 但是呢 很可惜泛民的人 就在那裡誇張其詞 請各位同事宿靜 請各位同事宿靜 好嗎 因為他們呢 就故意是拿來做show 當然是這樣啦 不是在那裡大聲炒作 這樣 而且保安事務委員會也都談了 未來可能還會再討論 那這個就留回他們去談 那就無緣無故今天在那裡提出例 有特權法來調查 我們大家都明白 立法會未來有這麼多工作 而且我們七月中呢 已經是 國會要完結了 要換屆了 那根本就做不到這件事 不過呢 就 希望拿個鐘頭出來 在那裡罵 痛斥特首回來 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個 但是我覺得呢 罵呢都應該是講解道理 所以我也忍不住 就是要 駁斥幾句 以正事聽 希望他們呢 就是無謂搞到這樣 影 就是將一件這樣的事情 無限上綱 無限誇大 我覺得沒有必要的 講完了 市政 你還未按的 我不會叫你 按吧 按吧 現在不能按 就不行了 沒有一問議員 一分鐘 即是 你要以正事聽 正不了事聽 王國健就在那裡亂說 我如果不見了那件行李 我叫王國興幫我拿進來 你們倆一起去旅行 王國興背了那件行李去安檢 當然可以 廢話 但現在梁振英的女兒不是 她不是自己走出來 去拿回那件行李 也不是叫她老母 她老母是跟她同一班機 她忘記拿行李 她幫你拿 白痴一樣 還在拍攔手掌 王國興幫我拿 王國興幫你拿 他幫你承認了行李便行 有白粉也無所謂 他幫你承認 但你 要走出來拿 說話 整班都是垃圾 說就說 我告訴你 我會用91和18 我會打尖 這個會議員 我立即就寫信給大會主席 即入 由91到18 大家來玩吧 講完 麻煩 謝謝 谢谢大家